嗨的大家好,这是肥波 今天要给各位带来的是 台南爽吃特辑八家米其林推荐美食 分别是天后家常熟路菜 老增羊肉 夜场生炒鸭肉羹 麦米实验室 夜家小卷米粉 温霸鹅肉 以及牛五丈温体牛肉锅 就是开源红烧土土鱼羹 好的各位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首先第一站 我们就来试一下开站赤坎楼附近的小巷内 今年首度入选台南米其林的天后首炉家常菜 那我呢就是从他们家的招牌 金瓜米粉而来 以往吃版头通常都是一堆人一起分一份 来他们家可以自己直接solo一盘 然后上面还有铺上满满的五花肉 闻起来是确实有香啊 好吃的南瓜米粉入口 你真的是可以同时感受到适当的湿润 米粉的微Q 还有它南瓜的绵密 三者融合在一起的魅力 那绝对是极高 南瓜的微甜 芹菜的一点清香 跟炒进去的虾米 一点淡淡的海味融合在一起 再来配上肥美的五花肉来个一口 配上五花一起吃就会再补上一点油脂香气 比较偏向瘦的部分带点嫩 表皮保有微微的Q度 而且你真的是越吃到盘底 整体的那种酱汁浓郁度就会越来越浓厚 吃起来更加的滋润够味啊 再来下一道呢就是这一次 米其林评审大大推荐菜色 鸡银蛋食酥 听说呢使用皮蛋跟咸蛋所做的酱汁 然后呢再淋在煎蛋跟丝瓜的表面 看起来那绝对也是一道下饭型菜色 很少吃到咸蛋的酱汁做的这么的滋润 尤其是搭配上丝瓜入口 整体吃起来呢就会在更加的水润 当然呢还有它打底煎蛋 一点酥嫩的质地 以及表面这些皮蛋碎所带出来的Q度 口感层次极度丰富型的鸡蛋料理 真的就是咸蛋蛋蛋蛋的一股咸香风味 搭配上丝瓜的清甜 结合在一起它真的是意外的和谐 各位吃饱出来了 真的就是开在一个非常local的小巷内 那个人呢绝对是守着它的金贵米粉 撕入的南瓜缠绕米粉 吸入口中它是极度的酸脆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站 午餐热号我们就来回味一下 开在台南火车站附近的下饭神器 它就是老真羊肉 印象中呢真的是我有吃过 风味上前级有鉴别度的炒羊肉 然后呢我还有再点了一碗羊肉的清汤 80块这个肉粮那是相当可以 很久没吃了那是相当怀念 搭配上满满的芥兰 我只能说在风味上 真的就是他们家独有的流派 在它羊肉片的油脂香气 跟芥兰独有的清新层次之外 会不会再补上一点 算是微甜的酱香底韵 吃起来真的就是很有自己的特色 而且整体的水润度那一堆是很够 搭配上那颗粒尾困的米饭 结合在一起那真的是油爽 而且我感觉他们家甚至好像没有加沙茶这样之类的 真的就是一股有点陌生 但是又很下饭 微甜跟羊肉的油脂香气融合 真的是要自己爬过一次才能够亲身体会 而且我觉得很猛的是 即使是炒羊肉 也不会让你觉得有种过腻的感觉 搅碎它的芥兰菜 就是在补上一股清香的层次 很有效的去平衡一下羊肉的油脂感 给我的感觉真的就是一盘风味上 极度和谐的炒羊肉啊 再来呢就是一家的羊肉清汤 想要喝当归的版本也是有 不过夏天还是喝清汤路线好了 要比口感的话 当然还是热炒版本的会再更加水嫩一点 泡在汤里的版本 质地上呢就会稍微偏向扎实一点 然后呢还可以再撸上一点 南台湾标配的豆瓣油膏 撸上甜味极强的油膏之后 什么羊烧味之类的 那绝对是荡然无存 感受到真的就剩下一股相当浓醇的甜味 好了各位总结点呢 老真羊肉 酱香风味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色 不是走一个沙茶咸香 而是他们家自己独有的一股微甜流派 来到台南就对是很值得来这边尝试一下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摔山 好各位鬼关的朋友 下午场我们就来试一下 开在南坊附近 今年首度入选米其林推荐的夜赏生草鸭肉羹 印象中是第一次拍到米其林推荐的阿玛圭 而且呢他们家连鸭肉饭都有卖 不是走那种小碎肉条 而是非常的大块切状 这个外形说真的 绝对不会输给很多高雄的鸭肉饭 另外呢还有点了一盘鸭肉丸 看起来非常丰盛 且诱人的鸭肉全餐 那我们就先来一口鸭肉羹 跟热闻口 里面呢除了鸭肉之外 还有满满的蒜头笋丝跟洋葱 入口第一个感觉风味的部分 那绝对是我的菜 在一股蒜香还有根糖的甜味之外 补上了一股相当显著的锅气感 我觉得这就是好吃的鸭肉羹 非常关键的点 同时呢透过它里面满满的笋丝跟鸭肉片 补上一点鲜脆度跟软嫩感 纯吃真的就很爽 不过呢鸭肉羹的完整吃法 当然还是要再给它淋上一点五硬醋 然后呢再搅拌搅拌 加入五硬醋之后呢 就会再补上一股相当突出的酸香层次 跟它微甜的羹汤基底 达到一个酸甜平衡 加了就不能反悔 所以建议各位是先吃原味再加醋 最后呢再加入一点辣椒粉 点一碗就可以感受到 三种不同的鸭肉羹风味 有些人吃鸭肉羹都喜欢加一大匙辣粉 我个人一小匙就可以了 整体的嗆辣违劲也是很强的 不过以往吃鸭肉羹 其实蛮少看到 连鸭丸也有卖的 鸭丸是充分可以加点一下 口感上会比一般的那种 卤肉丸子更加的有Q劲 这感觉还多了一点当归的风味 不会说完全被它浓醇的 跟汤给掩盖 我建议大家是可以 直接加点个一盘 然后通通扔进来 最后呢就以它的鸭肉饭收尾 很少遇到鸭肉饭 肉丁切的那么大块 OK各位鸭肉饭那绝对是必须加点下 表面肉丁的口感那是绝对不会输给我们前阵子去拍的 猴记鸭肉饭 感觉比较像是腿肉 偏软嫩的质地 重点是它的底酱 那绝对也是充分到位 有点像是带点微甜的当归鸭油酱汁 同时呢又多了一点猪油感 一大匙爬入口中的疗愈感 绝对是目前三家最强 真心不虎 这一碗如果单独拿去跟鸭肉大都高雄PK 那绝对也是 完全没问题 确实有料啊夜赏 好的各位总结点呢 夜赏生炒鸭肉羹 我真的就是四个字会想二刷 想要感受一下浓醇的锅气 带点微甜还有蒜味的鸭肉羹的话 这一碗呢是绝对可以满足你 不过更惊艳的 其实还是它的鸭肉饭 鸡腿可以来尝试一下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帅展 接着下一站 各位那是相当的期待 它就是开在孔庙附近 今年首都入选台南米其林推荐的麦米实验室 我觉得充分可以说是目前整个台南最有特色的面馆 店里装潢的有点像是西餐厅 但是卖的呢却是各种 非常有特色的面点跟小菜 究竟有什么好料 马上带各位进去感受一下 店里整体氛围是非常的轻松惬意 吧台座位可以边吃好料 边欣赏厨师们料理 除了主食之外 也有调酒可以点 首先就以甜点圈虾饼起手 一口下去可以感受到相当浓醇的香茅风味 搭配上表面的辣酱 酸香带点辣 与中心虾肉的鲜味融合 那绝对是太胃满点 主食我选的是制烤牛夹面 抹上油粒黑蒜再去制烤 还没开吃就可以感受到 正正熏香风味 厚度与软嫩感兼具 面条偏粗 Q度可以 酱底部分很特别 融合甜酒酿与腐乳 浓郁但不过腻 再来上一颗糖心蛋 绝对是一碗拌面的全新体验 甜点部分 我单吃了两款 首先是以香蕉蛋糕打底 搭配上港式的野奶炖蛋 以及越南咖啡丼 融合而成的精美小蛋糕 有绵有Q有滑顺 三段口感相当分明 微甜香蕉风味 与野奶融合 补上咖啡的微苦刚刚好 再来下一款是 咖椰冻糕咖淡黄车轮面包 表层刷上咸淡酱汁 烤过以后速度很赞 中心冻糕带有斑兰叶的清新微甜 还有杏仁片提升脆度层次 以及台味芒果青补点酸甜 又是一款和谐感满点的优质选择 OK各位吃饱出来了 我的结论呢真的就是很值得尝试一下 绝对是我以往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西式面馆 而且重点是价格不贵 如果你不要像我一样 点那么多甜点的话 其实就跟台北的拉面店 差不多价格而已 所以说你花个三四百块 就可以有这么完整的用餐体验 而且呢它也蛮好定的 像我今天是双十廉价 也是有位置 有机会呢可以来尝试一下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甩沾 好的鬼关的朋友 接着下一站我们就来回味一下国华街的招牌美食 它就是夜家小卷米粉 真的很久没有早八起床 来他们家吃小卷蛋了 那是相当的怀念 那我们首先呢就从它的小卷米粉起手 依旧是最经典的配置 满满的粗米粉搭配上青菜 还有新鲜的小卷们 一碗呢就是一只哦 看起来是相当的肥美 台南的小卷米粉喝起来 真的就是有种格外甘甜的feel 同时呢保有非常优质的脆嫩脚感 跟它带点微Q的粗米粉融合在一起 早餐来上个碗 那绝对是相当的提神 而且吃起来确实跟我最近去 北投拍的那家小卷米粉 相比在甜度上真的是更加的突出了 那当然呢在那种鲜香微甜的风味之外 又会再带上点芹菜的清香层次 再来一根小卷脚入上酱油 这一根充分可以说是长腿的版本 酱油的一点豆香甘甜可以 让它小卷本身的海味变得更加的浓郁 而且小卷脚的那种确Q质地绝对是又再更强 再来呢就回味一下它的小卷蛋 我记得上去泰国真的是 鱿鱼蛋非常的常见 但是在台湾想要吃到 几乎都要早扒起床才有机会 我只能说从我这个口感 早扒起床我个人是充分可以接受 乳白色的部分吃起来其实很像是 软棉中带一点微Q 透明的部分偏向扎实的质地 同时那一样自带了一股独有的海味 撸上酱油补上一点豆香甘甜 绝对是大大的加分啊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平日大约是8点50左右 小卷蛋就会卖完了 我本来想说要再睡久一点的 好险没有 最后呢再来个一口小卷蛋配上米粉 好的各位总结言呢 夜加小卷米粉 我觉得这人就是一件 你各位来到国华街 很值得尝试一下的台南特色美食 从第一届台南米其林 至今年年都入选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层 好的鬼馆的朋友 午餐厂就来回味一下台南鹅肉代表 它就是开在北区这边的温把鹅肉 之前拍台南北区特辑的时候 真的就是被他们家的鹅腿给惊验到 今年首次入选那绝对是实至名归 那我点的呢就是它的鹅腿便当 然后这个是加入的版本 而且还帮你彻底的去骨 然后呢我还有再点了一盘 综合的下水 也是属于非常的大片切 那我们首先呢 要从相当肥美的鹅腿起手 而且拿起来玩得好重 饭量也有点大 我必须说台湾真的很少鹅腿 有着近视醉鸡般的软嫩度 而且呢因为它又切得足够厚切 所以说你嚼起来的那种水嫩肉感 就会极度的突出 甚至还带了一点那种近视油肌的鹅油洞 真的是以往再次鹅肉相对少见的 你的口感以及香气爆起哦 然后你纯吃原味 真的就是感受一股淡淡的咸香风味 伊迪塔鹅肉本身 皮下油脂冻的那种香气 再来一块撸上它相当橘黄的特制蘸酱 撸上蘸酱就是在补上骨 相当突出的发酵豆瓣感 有蘸它绝对是大大的加分啊 再来趴下它底部的鹅肉碎 表面呢还有满满的鹅油精葱 配上用鹅油炼煮的油虫同时入口 就会再补上一股更加浓醇的鹅油香气爆起 碎肉的口感就算是微微软嫩 同时呢带点外皮的Q度 以及它油虫本身的一点酥脆感 爬起来确实是油爽 再来呢就进购它的下水切盘 先从相当后期的鹅蒸起手 如此后期的鹅蒸搅起来还是非常的脆嫩带Q 同时呢在一股内脏香气之外 又补上了一点蒜香的层次 再来一口鹅心配鹅肠 要嫩Q度搅感 鹅肠绝对是最突出的 跟满满一大把豆芽的鲜脆感形成类比 吃起来是相当的爽脆 一盘里面可以感受到各种口感 有脆嫩脆嫩的鹅蒸 Q度担当鹅肠跟鹅腥 以及比较偏向绵密质地的鹅肝 绝对是很值得加脸下的配菜 那男人吃他们家也不要忘记 还有免费的鹅汤可以喝啊 我只能说他们家的免费版本 甚至比一些要卖钱的还要更加浓郁 好的各位 总结一下 温马鹅肉 绝对是一件很值得尝试一下的台南美食 厚度有 口感又好 分量又很大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鬼馆的朋友 晚餐厂就来回味一下 台南维尔米其林推荐的温体牛肉锅 它就是开在安平这边的牛五丈 另外一间就是欧队老店阿玉 牛五丈他们家就比较偏向一个 日系跟台南味的融合 那我点的就是要提前预定的 主厨推荐特选牛肉切盘 绝对是本频道至今拍过 排列最整齐的温体牛肉 而且油花看起来是有种 非常细致紧密的感觉 不过单价也相对是高 这一盘要1250 大约是两人份的肉量啦 那我们首先就来试一下 它的汤底如何 台南的锅底真的是很划算 他们家我记得是用牛骨 搭配上各种蔬果熬煮而成 入喉喝起来 真的就是很有台南味的特色 在洋葱还有蔬菜的清香风味之外 又带了一点微甜回甘 不会说到甜的那么突出 更偏像一个蔬菜的清甜感 再来呢就进入它的肉盘 先来个两片5秒的版本 粉嫩粉嫩的色泽呢就可以起锅开吃 油花分布均匀的温体牛肉片 嚼起来的口感那真的是差非常的多 不仅在肉香方面会更加的浓郁 软嫩感绝对也是更加的疗愈 纯吃原味真的就已经很爽了 即使你煮到色泽更加的深邃 大约7秒的时候软嫩感真的还是很优质 再来一口露上它的豆瓣油膏 南台湾甜度极强的油膏真的就是要搭配上豆瓣酱 那才爽 在一股浓醇的甜味之外 补上了一点发酵的豆香层次 单吃一大盘一口都可以来个三片 确实是蛮爽 温体牛休息一下 来试一下老板斗内的炒牛胸脆脂 我上次来吃的时候有吃过用蒜的版本 爆炒入境的怎么感觉更加的诱人 入口嚼起来的油润感 那是堪比韩国的烤大厂 不过你感受到更多的会是一点脆Q脆Q带点 绵密的质地 配上洋葱补上点辛香微甜 必须再来个几片温体牛刷刷嘴 然后我们这一口就录上日式煎鱼酱油跟一点萝卜泥 煎鱼酱油搭配上温体牛肉 那这就是有种台日融合感 在那种咸香微甜的风味之外 又带了一点煎鱼的海味层次 那当然呢配上沙茶酱的台味吃法也是要来上一口 再来一个碗自制现葱牛肉汤 色泽非常的精美啊 冲过肉片的汤底肉香风味真的是更加的浓厚 这个时候如果来点米酒那就无敌了 好的各位总结而言呢 牛脏纯润肉盘的口感那绝对是鸡爽 但如果你是想要感受一下台南牛肉锅的肉燥饭放体的话 这里呢是没有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最后一站呢我们就来回味一下鸡鱼鱼鱼鱼鱼鱼鱼的魅力 然後呢我還有在樓外單頂的一盤 乾的吐脫魚塊 那我們首先呢就從他的小魯騎手 除了肉燥丁之外 表面還有一點紅蔥頭的元素 雖然說他們家整體的魯香跟油潤感 絕對不算是在台南裡面前幾突出的 真的就是有一種加常食用 淡淡的微甜魯香 同時呢帶了一點紅蔥頭的香氣 再來呢就進攻他的招牌 頭吐很堅 台南的吐脫魚羹看起來就是特別的大塊 斷面還保有一定的水潤感喔 魚肉本身的口感那真的是很強 即使是酥炸過後的吐脫魚 也不會讓你覺得可能過於乾爽 甚至保有著真魚肉的那種秘密感 然後湯頭本身的風味 真的就是有種台南感滿點的FU 在蒜香還有柴魚香氣之外 又補上了一股很突出的甜味底韻 那當然吃他們家就是要再加入一點 青蔥辣椒水再把它拉一拉 這一塊看起來又再更加的大塊厚實 蔥香風味那真的是極度的顯著 整點辣度其實還好 比較偏向微酸帶點嗆辣的尾韻 讓你整碗喝起來更加的有層次且順滑 最後呢就以乾的吐脫魚一塊收尾 來個兩塊現泡現吃 我個人覺得額外加點吐脫魚一塊 在自己泡進根湯裡的那種口感 會是最頂的酥脆感有 同時呢又保有一定的濕潤度 好的各位總結呢開圓紅燒吐脫魚根 我覺得真的就是一家 你想要感受一下真正台南味頭吐脫的優質選擇 這三道缺一不可 爬個肉燥飯再來上一口頭吐脫魚 那真的是油爽 好的各位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台南爽之特輯 8家米其林推薦美食 詳細的電壓資訊 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